成功市场主委陈世平和基隆市政府惨发处长林鼎超 陪同立委林佩祥一起到成功市场关心摊商的生意 并且查看市场内部包括老旧不堪的天花板送风机 以及二楼湿滑地板等老旧设施和环境 最重要的是向大家宣布一项好消息 就是林佩祥已经成功向经济部争取到1100万元的经费 将投入改善这些缺失 这是很高兴能够经济部愿意协助我们基隆市的成功市场 来去做我们这个传统市场的改造跟改建 主要是第一个当然是我们天花板会全面换新 第二个就是有差不多这边我们成功市场有将近145台的送风机 我们也会全部更新 第三就是二楼我们这二楼的这个我们这二楼的商家摊贩区呢 他们的地板我们也会把它全部更新以免大家滑倒 第四点就是我们所谓把油水分离的设施好好把成功市场把它做好 第五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灯其实都已经老旧了 一直换灯管也不是办法所以要全面换成LED灯 那这一点来讲佩祥很高兴能够争取到这笔经费 然后跟产发处合作跟我们市场 跟我们市场能够拿到这些补助 那未来佩祥还是会继续努力跟市政府合作跟我们市场合作 把我们的这个传统零售市场把它改造把它改善的更好 大家也知道就是其实金融的财政比起像直辖市都来的比较困难一点 那拿到中央这个经费的支持真的是对于金融市政府来讲是非常重要 那也非常感谢佩祥委员在上任之后 然后就帮我们成功市场争取到这个1158万的这个经费 来对整个环境做一个修散 那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市场都需要这个中央来帮忙 那未来市政府的部分也会跟这个佩祥委员这边继续来合作 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中央经费来改善我们更多的市场 而成功市场主委陈世平也代表所有摊商 由衷感谢立委林佩祥的用心和对摊商们的照顾 很感谢立法委员佩祥帮我们争取这条经费 感谢各个单位的支持 让我们市场能够更清洁更卫生更凉 这是当然的事情我们回环境比较好 顾客当然就会比较多的谢谢大家 基隆市政府惨发出预估经过一定的行政程序 应该今年年底可以发包 明年初开始整建将让成功市场换难一新 也让消费者可以更安全方便到成功市场买菜吃饭 也提升成功市场内各摊商的买气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